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儿我特意穿上了一身极具瑶族特色的民族服饰 去亲身体验瑶族的风情与文化 据说这连南的稻田鱼是连南极具民族特色的旅游产品 今儿我带大家去瑶寨走一走看一看 去寻找稻田鱼的踪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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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来到我们游里瑶转 你们这会儿在干什么呢 他们是在绣花刺绣 这是我们瑶族 非语文化的一种项目 就是叫做瑶族刺绣 那一般这种 像咱们的衣服什么的 一般要绣多长时间呢 像你这个裙子的话呢 要七八个月 八八年的时间 七八个月 对 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这个是绣花袋 这边就是你现在穿的 这个衣服 我今天是过来找那个稻田鱼的 您知道在哪儿吗 知道知道 跟我走吧 我带你去 太好了 在那儿 我知道了 这个水因为有稻田的泥土在 然后那个鱼不容易发现 但它一动 就马上这个水面就翻腾了 连南的稻田鱼利用鱼道共生的模式 既养出了肥美的稻田鱼 又收获了饱满的骨粒 可谓是一举两得 哇 您都抓到了 对 抓到了 他们很多人说这个稻田鱼又叫荷花鱼 因为这个稻田鱼 因为这个稻田鱼 秋税开发的时候 这个鱼吃这个飙落的一个荷花 所以叫荷花鱼 它这个稻田鱼除了吃这个荷花以外 还吃稻田里面那个茶枣啊 虫啊之类的 鱼和稻田共生的话 它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生代系统 我看那个大哥正在忙着 他在做什么呀 他们正在做那副 起样的一个工作嘛 你看我们的专家 正在起这个田里的土壤 做一个样本 那么人工进行了一些 勘测和检测之后啊 了解了这个土壤的湿度和肥力 也可以让这个稻田鱼和水稻 更好的生长 这还有人罗呢 在我们这个鱼道共生 光有这个稻田鱼还不行 还要有田螺 泥鳩 这个泥鳩是爱钻堵的嘛 它给那个套铁松堵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生物的闭环了 对对对对 你看呢 我们这些地铁嘛 全部都是用山上留下的 山泉水快快的 然后用这个当地的那个 山泉水 种当地的米 也要养当地的鱼 成成一个很好的一个 鱼道共生绳完式的 还真是挺累的 是啊 我们这些地点太高了 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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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明几十年带着大家脱贫致富 因为我是在这里赌当赌长的人 各个人都认识我 原来呢我们村民要走路回来 要一两个钟头再来钢点 以前又比较重又没有午饭机 所以在小溪里面扎一点小鱼 来补充那个午饭 解决午饭的问题 所以呢 后来村民想出了一个办法 将小溪的鱼 扎到点里来养 就扎的时候 就比较方便了 哎呀 那真是劳动人民的智慧 您看啊 既节约时间了 也不耽误干活了 还能补充营养 营养还挺均衡的 有鱼有饭 说是我肚子都有点饿了 那那个 要不然您就带我去一下吧 好 混流大多米老 米老 咯 肚子 咯 好 好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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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